您有易通新留言 终于入秋了 天气渐渐地转凉 看着天空 云有点多 但是还没有下雨 决定走进超商 买一杯咖啡 暖暖手 这时候 窗外突然下起雨了 翻了包包发现 我没有带到雨伞 正当我犹豫 要不要淋雨回家的时候 店员把卖伞的架子 推到了门边 这时候才发现 店里面的商品摆设 每个位置都有它的意义 甚至能够感觉到 原来店家 是非常细心地在观察 顾客最需要的事物 英国的超市 也有这种贴心的举动 每个礼拜 会有固定的一个小时 称作安静购物时光 这是一个为了自闭症患者 而发起的暖心活动 因为他们对于外界的光 还有声音感到很敏感 受到刺激之后 容易情绪紧张 增加失控的可能性 在这段期间之内 店家会把光线调整的柔和许多 相信他们的压力 也会被减低不少 平时刷条码 还有广播的声音 也会尽量地降低音量 服务员也会暂时 放下身边的工作 专注在服务上 贴心地帮助需要协助的顾客 走入正在进行 安静购物时光的超市 应该会很喜欢 很舒服 在市区生活 其实常常受到许多 不必要的声光干扰 这时候 有个空间能够减少感官的刺激 一定很自在 也会感谢店家 提供了特别的环境 给需要的人 多一份用心 设想的背后 是贴心 也是细心 最后我撑了一把伞 手拿热美式 满足地回家了 您的留言已完成 如有其他辛勤留言 请到多用心FB 或是多用心Podcast 进行留言 下次见